你一定常会经过台九县 往北会发现路边有很多 卖甘蔗跟卖玉米的摊位 如果肚子饿或者是嘴馋 通常都会来买个一些吃吃看 而这一次记者介绍了这一家 其实卖的并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真的 当你吃了这里的甘蔗跟玉米 会觉得特别的香甜 选这个甘蔗 我们是要怎么看 感觉这个甘蔗是黑的 为什么有这种食 这个甘蔗本来就是这种的食 甘蔗有两种对吗 一种好像是绿色的 另外一种就是这种 我们以前的那种糖厂是绿色的 对不对 糖厂 做糖那种是 对对对 那种是绿色的 那是白甘蔗 那不能吃对不对 可以吃但是很硬 很硬 所以我们一般外面看到都这种颜色的 对对对 这原因都是来自这位老板 他叫做阿红 已经卖了将近有20个年头 而且他拥有着招牌的笑容 这一次也向我们介绍甘蔗跟玉米 他好吃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事情到底有没有很辛苦 哇 没有消灌的不会消 真的 这个真的是要有经验 没有了解这是人家说的 说他的这种东西 对干 对干好像是什么 我们是从爸爸开始就开始在做这个吗 还是说你开始的 我在开始做 你开始 所以说你做这个也是20个年有了吗 没有没有我差不多做 做十多年而已 十多年而已 十多年而已 好 做到现在有什么新得吗 新得我就是 这样 当年我一年都要做六分 做这六分地 就自己做这种路边 没吃吃喝喝 没吃喝喝 没吃喝喝 那就翻顾 来这里是不敢吃 还是说你在买你的力量而已 最主要是照顾我的人 最主要是照顾我的人 所以我的算谓 在这里 没这种肉 没能吃 就在这里没吃 可以照顾自己的餐 连记者玉城也试试看 到底这个削甘蔗 也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 甜甜的甘蔗 香甜多汁 那麼玉米也是很好吃 好 剛才呢 看完玉成吃了這個好吃的甘蔗 當然其實來到路邊呢 就可以一起來吃吃看像這樣子的玉米 阿伯這玉米也是自己種的對不對 對 對 我敢吃的玉米都自己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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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吃的玉米就種了 那像這個玉米啊 這個是什麼樣子的品種的玉米 就是一種是糯米的 喔 煮米的玉米 煮米的玉米 那這個吃起來味道如何 QQ的 蠻好吃的 QQ的 對 那像客人啊 都會選那時候 我要硬一點還是軟一點的 那要怎麼去看 那就我把它拔開來看 拔開來看 對 對 對 像我想要吃軟硬適中餒 那就等於說是中等的啦 就是說看他喜歡吃哪一種 好吃的食物除了本身香甜度夠味 而且呢還多加了一味 就是可愛的在地的人情味 腰都會給他買 啊 或是餅包 要吃點心也會給他買 那是吃慣食了嗎 吃慣食了 啊 因為他都放的 蒸的喔 比較有甜蜜 啊 感情都在地 啊 他在那時候都 比較大包啦 老闆樸實的個性 讓你不來捧場 真的都不行 東台新聞張玉成 珍湖在陸野鄉的採訪報導